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图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一期的超级魂斗罗的速通世界纪录争霸赛 好这儿先介绍一下两位玩家 两位玩家的话大家应该都是有印象啊 左边的outside路子 右边的斯坦ZZD 好这儿游戏已经开始 这两位玩家的话上一次是合作了这个超级魂斗罗的双打 最终拿下了这个双打的世界纪录 这一期的话是两位玩家争夺这个超级魂斗罗单打的速通记录 之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安格雷兰克斯的话 被誉为是魂斗罗的霸主都已经被这两位玩家给超越了 那么今天的话看一下两位来自俄罗斯玩家之间的比拼 这两名玩家的话本来就是朋友啊 本来就是朋友 而且又合作过这个游戏 所以的话双方对于各自的打法应该都是比较的了解 好这儿斯坦笑得非常的开心 看来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 好这儿到达第一关的boss 看一下双方在第一关boss的较量 好拉到左边这儿之后的话开始蓄力 一发打第二炮台没有问题 这儿的话是采用了一个蓄力攻击 然后打核心看一下这个位置跳 哎这边斯坦稍快一筹 快了一点点 没有快多少 但是可以看得出差距已经出来了 出现了差距 这个F弹是可以蓄力的 可能有很多观众这么多年了都不太清楚了 他可以蓄力 可以看到这儿就是一个蓄力 蓄力之后是一个八花 不蓄力的话是四花 相当于伤害翻倍 好这儿打掉炮台之后往前走 目前的话斯坦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但是并不多啊 像魂斗罗这种游戏的话 他的敌兵 有些关卡的敌兵 位置的敌兵刷出来的方式并不是固定的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敌兵刷出的位置 合不合理 如果不是很合理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个延误 就是还是要看后边这个敌兵刷的位置啊 运气看一下运气怎么说 目前的话 这一关的话 敌兵的位置都是比较固定的 好的来到这一关的boss看一下 这儿的话是直接是正面钢 直接是秒掉 没有问题 这一关的话 敌人的位置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所以这一关下来的话 并不会出现多大的变化 好来到 第三关 看一下第三关的话 怎么说 第三关的话就会出现很大的影响 因为刷敌人的位置 并不相同 可以看到 目前的话双方这个敌兵 画面上的敌兵数量 位置都各不相同 这就是影响这个游戏的一大要素 但是还好 目前双方都是这个f弹 f弹的话 清背后的敌兵 还是比较可以的 跳起来ad就可以清掉背后的敌兵 哎呀这个位置敌人的弹幕也是比较的多 起来之后 跳 A掉没有问题 这双方都没有选择回头 还不着急 双方背后都是跟了很多人 这儿斯坦率先回头A掉 路子也是紧随其后的回头A掉了这一波小兵 表示背后小兵实在太多了 这边路子又是很多 看一下这一波的操作 哇十几个小兵在跟着追 还好是一个f弹 非常好处理 看一下这个精英怪 拼一波手术 打掉啊 这边 感觉路子的手术好像还要快一点 哇这个有点厉害 竟然比斯坦都还要快 手术 这个位置贴着屏幕右边走 这样的话就不会被这个坑给干扰到 马上来到这一关的boss 好的地震已经停了 看一下这一关的boss 还是斯坦稍稍领先 好 斜A跳着斜A OK没有问题 双方几乎是在同时 A掉了这一关的boss 这一关的boss要斜着A 不然的话会被他的几个炮台给挡住 来到第四关 第四关的话比较的关键 看一下电梯那个位置 双方的处理怎么样 电梯那个位置是非常容易拉开差距的一个位置 尤其是往上跳的那一段 好现在双方是几乎是追到了肩膀头旗 上来之后看一下这一波的跳跃 双方都是非常的极限 看一下这个位置 哇露子这还A掉了炮台 继续往上跳 还有个炮台怎么说 没有A 最后两波跳跃 看一下这个位置 还是斯坦稍稍领先 但是这的话斯坦是用出了电梯故障 露子并没有使用这个故障 哇那么这样路子亏大了呀 这竟然不使用电梯故障的吗 还是说在后边再使用 因为中途还要换层 看一下下一个换层的时候 怎么说呢 这如果不用电梯故障的话 要被甩开很长的时间 有点不科学啊 这个选择 看一下这个位置准备换层 看一下这个位置是不是会采用 诶好像真的是啊 在第二个电梯采用了电梯故障 也就是所谓的bug 这个在超级红豆罗里边 被说为电梯故障 好这双方都是减上了S弹 看一下这个位置并没有差距多少 和之前上第一个电梯的差距 是一模一样的 看来这个位置双方选择并不大相同 但是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 虽然选择不同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好那么看一下这一关的boss环节 这一关的boss环节还是非常难处理的 非常的看自己的命中率啊 这一关boss拼手术和命中率 好看一下来到这一关的boss 看一下手术双方的手术和命中率 跳A跳A谁先破第一个 双方好像是同时 最后的命中率还是斯坦的 更胜一筹啊 斯坦这边的这个命中率确实要高一些 那么这样的话 斯坦是重新获取了一个 较为明显的领先优势啊 这可以看得出来 好来到第五关 第五关的话也是比较考验操作 看一下双方对于这个跳跃高度的把握怎么说 但都是高手的话 对于这 哇靠这儿的话我话还没说完 斯坦就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一发跳跃没有跳上去 但是接下来的跳跃还是非常的极限 这个位置 哎呀路子竟然阵亡了 那这样的话耽搁了非常多的时间 子弹也被清空了 非常难受非常难受 路子这边 哇什么情况呀 我刚才还想说两位都是高手 对于跳跃的把控应该是非常到位的 结果话还没说完 双方都是接连的出现了失误 哦看一下这个位置 路子屁股后边跟了很多人 看一下这个白蛋能不能解决危机 哇路子这边太危险了 因为这个白蛋确实是不好打背后边啊 尤其是跳跃的时候 好看一下这一关的boss 史坦斯手握S弹已经搞定这一关的boss 看一下路子这命中率怎么说 这个确实啊 这个白蛋还是不如这个S弹 让boss多活了一两秒钟 好那么这样来到第六关 好第六关的话又是一个平面 只要按照路线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路子这边的话是一个白蛋 在这一关必须要 选择拿下一个武器 这个位置不太适合 要浪费时间 看一下下一个位置的话 应该会选择拿 拿下S弹 好这个位置看一下来了 看一下怎么说 没打到就 哎打到了 没打到这可就非常的亏 不过还好还是拿下了这一发S弹 好这儿的话 史坦大概是领先了三秒多钟的时间 来到这一关的boss 这一关的boss的话也是非常的轻松 直接是贴脸A掉第一个形态 第一个头 然后站侧面 A掉第二个头就收工 好的第二个头出来 打boss就是看手术 没有问题 史坦这边带走了第二个头 好的搞定 路子这边也是搞定 每次给大家录魂动罗的时候 都会有观众在问 这个玩家和咱们国内的某个玩家 比起来怎么样 因为国内是有连发的存在 所以就并不存在什么手术的限制 就是连发你能打多快就能打多快 所以的话这个和无连发的话 并不好直接做对比 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 无连发的操作难度 应该是比有连发的操作难度要高得多的 像这个位置向下挖洞就是操作和手术的综合体现 就是看手术 拼手术的环节 温斗罗这种游戏如果没有连发的话 我是直接不会玩了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有连发的 毕竟从小接触的就是有连发 这应该就是咱们国内的高手 这个手术 普遍没有国外的高手的手术快的原因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好 这一关的boss看一下 站在中间跳A 跳A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让你的子弹射得更快 因为这个魂斗罗它有一个设定 就是同品只能存在多少发子弹 上次打出具的消失之后 你才能发下一发 所以跳A的话可以减少这个子弹飞行的路产 就可以更快的射出下一发 好 来到第八关 最终决胜关卡 看一下两位玩家在最后关卡的较量 现在双方都是S弹 应该会换成一个F弹 看一下这个位置 好的 过来之后 看一下这儿的跳跃 斯坦的极限跳没有问题 上来 路子这边也是 斯坦再来一个极限跳 卡一下屏幕 没有问题 路子这边也是 上来拖一下屏幕 这直接是卖命过 好 过来之后 这个位置的话 应该会选择拿掉F弹 看一下斯坦这边 这个落点并不太好 看一下路子这边 这个落点非常完美 直接接触 这利用暂停 能阵亡吗 没有阵亡 斯坦这边看一下路子 也是没有阵亡 哇 双方在这个位置都没有阵亡 都是保留住了这个F弹 其实刚才那个地方 阵亡的几率非常的高 但是双方 都是没有阵亡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都是保留住了这个F弹 目前的话还是斯坦稍稍领先 如果是双方都有F弹的话 那么最后一关的Boss 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了 双方的火力都一样 上一次斯坦输给了 南克斯的话 就是因为在刚才那个位置 阵亡了 没有保留住F弹 但南克斯没有阵亡 保留住了F弹 最后都被绝对反击 好 斯坦这边的话 已经开始输出 OK 没有问题 这边斯坦的话 已经是拿下最后一关的Boss 最终 斯坦是以2秒20帧的优势 击败自己的好友 登顶这个游戏的世界第一 但是可以看得出 还有提升的空间 还有失误 所以的话 接下来就要看南克斯的表演了 南克斯 好 那这一期的超级魂斗罗竞速 就给大家录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